回来以后 麻烦了 什么麻烦 来了 晚上我睡在船上 来了 把你叫醒 有点修法 什么东东 晚上睡觉 不睡觉 修我 每天晚上一个小时 没有停止过 那个时候 这个手指头合起来 它就会 然后练你的脚 你的脚怎么踩步 怎么踩步 怎么踩 它都是 等于是说 都是自动的 自动化的 好像AI在教 就是自动化的 我说我脚酸 要踩下去 不可以踩下去 我发觉 不一样 是真的有 为什么 脚踩不下去 我这只脚已经很酸了 被你抬得很酸 脚要踩下去 踩到地上 它不让你踩下去 叫你截手印 要截脚印 那个截脚印 脚踩不下去 那一招 脚很酸 还经济独立 要放下去 放不下去 这时候 我确实确认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无形 说 这世界上 真的有无形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是假的 人家讲鬼神 我不太相信 确实 不是我的意思 叫他陷在空中 而是他 要你陷在空中 有一次我脱懒 冬天很冷 还要起床 还要跟你练一个小时 外面很冷 那台湾的冬天 有时候 那时候演不大戏 正在哈杯的时代 哈杯冷气 哈杯冷 哈杯冷 好 冷得要死 我说 今天晚上 休假 我要睡觉 你不要来吵我 他把我的脚踩起来 变成倒立 然后再松开手 然后我说 我还是不起来 不起来 再抬一次 再松开手 这样子摔 还好我年轻的骨头还硬 给你这样子摔的话 还是乖乖起来的 讲练三年 我也是 没有